大家好 最近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为妻子索菲的分居生命活报全球 占据各地的头条新闻 帅哥形象著称的特鲁多 担任加拿大总理以来 其个人生活一直受到关注 夫人索菲也称为特鲁多政治形象的一部分 索菲是特鲁多已故弟弟的同学 两人2004年订婚 2005年举办婚礼 火速恋爱 闪电结婚 梦幻有如童话 特鲁多老爸皮埃尔特鲁多 是加拿大享有盛誉的前总理 皮埃尔特鲁多和妻子玛格丽特 结婚时的年龄分别是51岁和22岁 相差差不多30岁 他们的婚姻也是当时媒体狂热追逐的焦点 玛格丽特在为老特鲁多生了两个孩子之后 与老特鲁多分手 老特鲁多是第一个在任加拿大总理时 老婆与之分手的男人 现在有了第二个 就是现任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 小特鲁多于2015年11月成为加拿大总理 一扎眼就干了八年 总理干得怎么样 一言难尽 也不是这个视频要讨论的内容 反正他现在家庭出了问题 老婆要跟他分道扬镳了 小特鲁多也曾在自传里承认过婚姻问题 他说我们的婚姻并不完美 我们经历过艰难的起起落落 小特鲁多可谓风流替党 2016年被抱贤猪手性骚扰女同事 2018年被抱曾在啤酒节上调戏女记者 小特鲁多还多次和其他女性过分亲密 包括曾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交期热情互动 让特朗普无法直视 非常愤怒 所以有人猜测 他们离婚是因为小特鲁多的出轨 并且有网友在推特上爆料称 小特鲁多和乔美兰有一腿 乔美兰是特鲁多内阁成员 现任加拿大外交部长 这位小乔同学 1979年出生于魁北克·蒙特利尔 今年44岁 乔美兰出身名门 父母皆从政 他在2015年联邦选举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曾担任过多种职务 包括旅游和加拿大遗产方面的职务 在2013年曾竞选过蒙特利尔市长 名列第二败于对手 自2021年10月起 乔美兰担任加拿大外交部长 因为小乔和特鲁多许多场合表现过于亲密 去年就有小报 爆出特鲁多和乔美兰的绯闻 现在特鲁多与夫人声明正式分手 有网友已经开始喊话 乔美兰 说恭喜你 她现在单身了 你们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谢谢您观看燕大侠三千世界 我是燕大侠 请您关注和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